大家好,欢迎您观看燕大侠三千世界 这一期我们继续推出黎原美少女史新玉的故事 毫无疑问史新玉是一个戏曲神童 天赋和热爱是她成功的秘诀 而对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和传播 又是她的动力和使命 今天比较自由发展 然后基本上是自己喜欢什么 然后发展都比较真实 然后戏曲这个还是蛮特别的吧 因为当时小的时候 其实身边的朋友很多都爱学比如舞蹈呀 然后乐器 乐器里面可能有古装 然后钢琴这一类比较多 当然我也有学 但是我有一个额外的爱好 就是我特别喜欢看中央十一频道 那是戏曲频道 然后自己会在家 左手拿一个毛巾 你看到我现在这里有水袖 然后小的时候也没有这个 我自己没有这个专门的水袖的衣服 然后就左手拿一个毛巾 右手拿一个毛巾这样在床上甩 然后假装那个床是舞台这样 但是然后后来爸爸妈妈就说 那还是找一个专业的老师去教孩子 然后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 西山越你的家庭 你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爸爸妈妈反正是跟文艺 反正没有什么关系 对爸爸妈妈 其实跟文艺距离都还蛮远的吧 我觉得 但是妈妈爸爸很支持我 你描述啊 你这个学艺的历程 遇到的一些困难辛苦 有没有记忆 我觉得主要的辛苦 其实还是爸爸妈妈吧 因为我自己 我老师 基我老师所说我是算比较有天赋的 所以我从小到大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也学系嘛 然后他们的老师都比较严格 然后他们很多人都是从小被骂大的 然后因为学习确实是比较苦嘛 就是通常都是这样 然后老师会经常批评呀 或者甚至骂和打 但是我小的时候学的还挺顺利的 就是从小老师也非常爱护我 然后可能我自己学的也比较快吧 所以 你是多大来加拿大啊 我是13岁过来加拿大 加拿大的什么故事 你讲一讲 给你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目前来讲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 今年办这个 当时叫回想传统艺术展演 然后之后这个演出的团体 我们就在一起成立了 现在的这个 回想传统文化演习社的 这个非有力组织 然后我们还在继续办演出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到目前为止 我来到加拿大 我觉得最让我骄傲 我想也是这一段时间里面 最让我骄傲的事情 最难忘的事情 这时候要你的发展的社团 回想传统文化演习社 我们这个社团 主要是年轻人 由年轻人组成的 大概20岁到30岁 甚至有一些高中生 这样都大家都 你是发起人 对 然后我们大家都很热爱传统文化 不管是艺术 文学 还是其他的方面 都集中在多伦多大学吗 不只有多伦多大学 我们有很多高校的学生 比如多伦多大学 约克大学 然后有TMU的多伦多城市大学 他在那里叫 然后有很多 比如说Sheridan的 其他一些美食学校 OCAD 这些学校都有 借主要你取得那些成就 被认可的一些奖项 我们其实没有太去 参加比赛这一类的 但因为我们 我想我们主要的还是 我们就是尽量的让更多的人 然后知道我们的文化 然后看到我们的艺术 知道我们有这么深邃的 可以探索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喜欢加拿大吗 挺喜欢的吧 因为比较比较比较 不太急 很小就从中国来加拿大了 有没有办法两个生活的 地方进行的比较 其实还没有特别的比较 但是我想 我想在国内 就以我现在做的事情来说 确实是在国内前 在国内的这个环境 在国内这个环境是比较 比较蓬勃的吧 至少文化 传统文化这方面 但是在国外 尤其是年轻人做的 确实是比较少 然后我希望我 和我的好伙伴们能 能开创先例 或者是能推进这个发展吧 想想你艺术上的规划 和人生未来的规划 我还没太有人生的规划 但是我自己是 因为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那个古董导 也学了很多 不光是传播的艺术 其他的艺术 我们也学了很多 然后我的认知呢 我觉得国内有 就是全世界其实都有 对于西方的古典艺术 都有很完善的这种系统 然后相反的话 我们中国的艺术 就没有在海外 被进行那么多推广 所以我希望在我的人生中能 就像我刚刚说能推动他们的发展 然后呢 你想做一个传承者吗 传承者和传播者 但是我想传承者一定是在传播者之前 因为要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才能把这个更好的告诉其他人 谢谢 还有什么先跟我们的观众说的 9月9号来看我们的演出吧 在约克大学的剧场晚上 7点钟到9点半 两个半小时不停歇的传统艺术演出 都是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年轻人 从小学习这些艺术的年轻人 我们有经济 有婚曲 都是非常快智人口的剧目 牡丹亭 男科技 然后还有我们红楼梦 原创的这个汉服舞剧 很多很多不同的演出 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谢谢啊 谢谢 都是aran吗 Ori ne figure 我是 sehr stare at все Estamos en kind of shit 就是我们的事 但是我们的事 有新的事 我们的事 不信任何十分前 或者不信任何十分前 我们的事 天又一頭 天啊 想 去